2023年 汽车行业的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样的白刃战中 究竟谁能活下来 6月16日 在深圳举办的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上 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CEO于成东做出预测 除了华为和比亚迪这样的巨头 一般公司能不能活下来都是问题 在演讲中 于成东首先再次亮出华为在造车方面的肌肉 每年100亿元的投入 7000人的研发团队 在这样研发力量的投入下 与赛利斯合作的AITO问界系列在15个月实现10万辆下线 完成了一般新造车公司几年的目标 就在于成东进行演讲时 深圳展览中心的展馆中 华为AITO问界高阶智能驾驶版本的车辆正式进行了交付 于成东显然对华为的高阶智能驾驶充满信心 认为超过了特斯拉以及所有对手 不仅如此 于成东还透露 问界的智能驾驶软件未来可能每月都会进行迭代 在问界M5 M7之后 于成东也在会上曝光了 即将在今年四季度亮相的新车问界M9 根据现场于成东所说 这款被称作移动的智能家 办公室 会议室和卧室的M9车型的配置 坍称豪华 全新800V高压动力平台 满配时评 并与鸿蒙智能座舱深度融合 AR HUD与智能驾驶深度融合 顶摄影音体验 最后 于成东认为 在汽车智能化时代 只有巨头才有足够的资源投入 而一般公司很难在更卷的市场中存活下来 而这样的巨头除了华为 还有比亚迪 以下为于成东在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中的演讲实录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深圳 这个华为创业的起始的地方 华为的发展的历史上 开始做的就是通信领域 我本人正好在华为工作刚满30年 然后我就经历了之后每一个行业的变化 从固定通信到移动通信 到智能终端 今天又到了带轮子的智能终端 就智能汽车这个时代 发现这个时代的发生非常大的改变 在智能汽车这个时代 我们坚持软硬西云协同的大技术 来赋能这个智能的智能电商里面汽车的发展 我们每年投入了100多个亿元的研发 重点投入在智能座舱 智能驾驶 智能网联 以及智能车控这几个领域 华为这几年推出了HRM模式和自选车模式 在HRM模式的基础上 不仅提供全站的技术的解决方案 同时把华为十几年来QC的经验 用户体验设计 产品营销 品牌营销 用户体验设计能力 和车厂进行紧密合作 不仅提供智能解决方案 提供TOC的能力 通过我们的质量的设计各方面的能力 来帮助车企一起来打造最好的车 这是我们的方向 我们合作的车企从赛利斯开始 以及北汽 奇瑞 江淮私家公司在座质检测试模式 华为来主导产品的设计 跟车厂共同开发 联合打造最好的产品 我们第一个合作伙伴赛利斯 从0到1短短的15个月 实现了10万台的交货 一年多的时间走过了新势力三年 五年走的道路 其实这刚刚起步 从0到1的第一步刚刚迈出去 从1到N刚刚开始 我们希望将来发展更好 我们和赛利斯合作的这三款车型 第一款M5 第二款是M7和M5的纯电板 我们有高性能纯电的解决方案 同时我们也有增程方案 比较传统的PHEV有更好的续航里程 更极致的性能 大家看到我们的那个增程板 用户大部分时间做电车用 但也有人把它做油车用 因为可能没地方充电 当然基本上当做油车用 性能 加速性能 各方面能好一倍以上 油耗低一半 一台二 三吨的车重量 油耗大概只有六点几升 最近我们通过软件升级 把油耗降到五点几升 达到了非常好的经济性能和性能体验 问界产品上市以来 我们把质量做到第一名 用户满意度做到第一名 双第一 作为一个新手 过去赛利斯的质量排不上名次 跟华为合作以后 质量做到第一名 客户满意度第一名双第一 是不是还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有很多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 我们做的这个产品到底怎么样 用了以后 消费的满意度非常高 我管华为终端 这几年来 我们我不太关注KPI指标 只关注三个NPS指标 Net Promoter Score 用户净推荐值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分 这就能够带来持续发展的趋势 这是华为终端 这个崛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们内部考核团队的核心指标 就是这个NPS原则 我从来不关注KPI 只关注NPS 华为跟合作伙伴 刚开始进入汽车领域的时候 赢得这个消费者的信任 还需要时间 但我相信随着时间 我们不断推出更好的产品 一定会有引爆市场 因为我们有耐心 最近M5问界高阶自动驾驶版 今天开始交付 在智能驾驶领域 目前这是体验最好的这个方案 没有之一 到现在 版本 我们超越了特斯拉的FSD 超越了国内外的所有铜墙 华为在智能座舱 做到了体验的No.1 今天我们又把智能驾驶 做到No.1 智能驾驶难度远远高于智能座舱 因为智能驾驶 涉及到很多人工智能的东西 所以这方面 华为做了巨大投入 70%和80%的投入 都在智能驾驶领域 但我相信 价值也非常高 能够大幅度提升驾驶的安全性 同时减轻驾驶疲劳 我们的口号 让人驾更安全 当你在开车的时候 智能驾驶的AI机器人在辅助 万一 驾驶员失误了以后 可以避免事故 第二个 是人疲惫的时候 让车自己开 大幅减轻驾驶疲劳 我每天上下班 从深圳南山开到板田 龙岗板田 如果高峰期是来回各一个小时 两个多小时 我基本上天天用自动驾驶 智能驾驶刚开始版本还不行 现在越来越好 还是能够节省很多时间 路上的两个小时 我就能用来做工作 大家可以好好体验一下 当然智能驾驶是一个文明的驾驶员 就是开车不太野蛮 你性子急一点 会发现他没有人类驾驶员快 但是能保证安全 我们月底会发布一个新的版本 体验会更好 我想让智能驾驶每个月 都迭代升级和发展 未来的体验会越来越好 今天我们第一次发布智能增成技术 百公里的油耗降到了五点几升 跟包括比亚迪的唐DMI对比 我们还更省一点 今年第四季度 我们M9会上市 M9是华为从头开始全新打造的车 在豪华性 舒适性 静谧性 智能化上超越你的想象 我们有个有信心 M9会成为整个市面上最豪华 最高端 最智能的车 华为把此前座舱 智能驾驶等领域新的技术 全部用了这个高压平台版 高压平台有增成版和纯电两种选择 同时我们想达到的是 M9是一个移动的智能的家 办公室 还是移动智能的卧室 所以我们有非常新的技术 新的体验带给大家 这个最后一页 就说想说我们 今天这个时代 站在一个5-10年更长远的角度 你们就去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 未来能活下来的 还是少数的厂家 可能每个厂家有多个自品牌 但是主力的玩家不会太多 为什么呢 原因是 走向智能化这个时代 车厂的投资规模非常大 如果投资不够的话 无法支撑竞争 不像传统的燃油车时代 在智能化时代 中小的玩家可能跟不上 无法成为巨头 因为需要从资产投入 来支撑未来的持续发展 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 比亚迪的成功 看来他会成为 未来少数能够活下来的巨头之一 但其他的公司 现在成功活下来的公司 无论今年成绩如何 不代表未来能活下来 未来汽车行业的洗牌 将会非常非常惨烈 竞争也会非常非常激烈 卷刚刚开始 未来还会更卷 所以华为是用智能网联电动汽车 最核心的技术 来帮助合作伙伴 在智能的时代 能够幸存下来 活下来会成为巨头 我们回过头来看过去十几年 在智能手机时代 欧洲 北美和日本的所有的手机厂商 都被卷没了 虽然在功能机时代 他们是领导者 今天在智能汽车这个时代 我们会更卷 长远地看 我相信和华为紧密合作的厂家 能够活下来 能够成为这一代少数的幸存者 我们希望能够联合市场 打造引领中国汽车品牌 向上的发展的动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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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